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逼迫 在这个逼迫中他们成长 壮大起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 家庭教会也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形象 我们没有看到 他在中国民主化竞争中的一个 整体形象 我们只看到了 家庭教会中 出现的个别人物 这种身影 比如说赵商兴也是家庭教会所来的 我胡志愿也是家庭教会所来的 这只不过是个别人的身影 而不是家庭教会这样一个整体的形象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家庭教会作为一支力量 这样一个整体形象 出现在中国民主化竞争中 因为中国民主化竞争中 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参与 家庭教会 现在有足以于中共党员七千万党员这样一个数量 批敌的这样一个数量 家庭教会恐怕也有好几千万甚至上亿人 即使当局要把这个家庭教会扩杀 恐怕也很难 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长大成人了 所以我们说他长大成人以后 他要担负成年人的责任 要把这个成年人的责任担负起来 那么这个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现在就就从胡温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基本上做小的 小改小改 都觉得风险很大 都不愿意做 反正不敢去做 你要指望他去做大的政治改革 几乎就不可能 那么往下 这个习礼能不能这么做 都是大大的文革 那么对习礼来说 之后来说 心里之后还有没有之后 我觉得心里之后就没有之后 没有之后了 所以我说要画句号 十年来画一个句号 一直就在这里头 十年之后我们要画一个句号 给共产党画一个 彻底的句号 就共产党来说 对 就中国民主转型来说 我们能不能画一个 暂时画一个句号 那就要看我们这十年 我们能做到哪一步 也许我们做得不好 那么十年之后 这个 要经过不断的所谓的 这个权力的分章 民主的抗争 还要经过一些 这样一些过程 才能够进入到 真正进入到民主转型 社会过程中 我们这十年 是一个关键时期 中国的话语权 现在实际上已经 转移到民间力量 是让我们 是 朝廷只不过是 掌握了国家资源 对 掌握了他的舆论工具 对 再继续进行他的所谓的 这个欺骗宣传 舆论引导 他只不过是在 自说自话而已 对 自说自话而已 你前一段时间 我看了一篇 这个金华 金华时报 金华时报的 这个一篇社论文章 标题就是 知识分子 拿出你说 真话的勇气 哎呀 这个标题挺好啊 但是你再往下一看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他说啊 现在啊 这个批评政府 这个成了时髦 这个知识分子呢 现在这个 要表扬政府 都不太敢了 不太敢表扬政府了 所以政府 知识分子教 要拿出表扬政府的勇气 所以他说 政府的勇气 这个民间 这个话语权 已经 你刚才说的这个 已经转到民间来 说这个民间 江湖 这个朝廷 是庙堂 你看 现在这个庙堂啊 逐渐黑社会化 就是跟我们 跟我们过去的 这个江湖的概念 他好像 变成江湖了 江湖了 就是 我们江湖就是觉得 好像是黑社会嘛 是吧 而民间的这个江湖 逐渐逐渐变得理性化 理性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和平 这个理性非暴力 这就像 郭敬文说的 这个延安跟西安 这个 现在的这个 延安 就是互联网 现在的西安 就是那个 中文电视台 和这个维门抵制 维门抵制 现在这个 从这个 竞赛的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 延安要打败 这是他的官僚体制 江湖体制造成的 他有一套逻辑 他这套逻辑 是一套江湖的 这个 基于以往 这个案例 所形成的 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民间内量的发展呢 是一种 创新的 是一种灵活多变的 是没有规律的 对 它找到规律 对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我们有我们生存空间 有我们的发展余力 对 这就是维门抵制 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 它永远追在我屁股后的 对 当年这个 在抗日时期 对啊 这个延安呢 所谓的 它这个 敌后抗日游击 这样一种 这样的背景下 国民党充当了这个 正面战梁上的这个 这个阻力军作用 共产党呢 在这个 敌后 就拼命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呢 它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利用它的一些 这么说 154 这么一 这个刘伯成 林彪这个部队 去 在它所在的地方 去拓展武装力量 另外也最重要的 就是它通过延安的一些学校 和在一些 地方的学校 培训了20多万干部 这20多万干部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和建国初期 是他们的干部的国家力量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中国的延安在哪里 我认为中国的延安 无处不在 就是互联网 那么我们互联网 过去的互联网是 是信息交流 沟通 动员的一个平台 我们向在下一步呢 要把这个 这个互联网 变成 同时还变成一个 培训的平台 我们利用互联网 这个平台 来培训我们的骨干 这就是我的一个 基本设想 而且这个 现在技术条件 完全具备 我们只要我们 辅助实施 就会做到 我觉得观众团 是从这个 福州网友案 这个 各地观众团 建立 这样的一个事情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示 就是公民观众 就是一种 伟大的力量 所以公民观众团的出现 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这个创举 所以对于中国目前和未来 我们会看到它的价值所在 因为至少在目前 组建这个民主反对党的 这个国动空间不存在 那么怎么破解这个困局 公民观众团 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很好的思路 它实际上是由 言论自由 向结社自由 进而向 民族主党 这样的方式 迈进的一个途径 是一个必经阶段 那么我对这个公民观众团的 这个定位是 至少在目前 我们还把它看作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范畴 是一种公民集体表达的方式 集体表达的方式 这不光是说 我们要避免这个当局的打压 我们还是要看到 公民观众团还处在一个 早期阶段 早期阶段主要的任务 还是 集体表达 就是我们对某一个个案 表示我们的关注 这种关注不是以个体的方式 而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 当我们以个集体 群体方式出现的时候 显然就像结社 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胡温他们要想 突破这种屏蔽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显然 他们一方面 他需要这种屏蔽 另外呢 他可能也 也想突破这种屏蔽 他需要这种屏蔽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通过这种屏蔽 来确保 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的 一种需要 一种需要 那么从突破屏蔽的需要 角度看来 他个人需要 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信息 真相 这对他们来说 个人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我当年的毛泽东 之所以 这个做出了一些很荒唐的判断 就是因为 他跟这个底层已经脱节了 这种脱节就是因为 他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屏蔽 这种屏蔽呢 就是所谓 上心下笑 上 上什么好之下必就 上的所好 下必宣言 下必宣言 对对对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方式 所以造成了 那种越来越荒唐 越来越脱节的局面 以至于当来 后来这个毛泽东 跟那个斯洛讲话的时候 他也说到了 就是说他这个 斯洛说他能影响中国 影响了全世界 毛泽东说我只影响到这个 北京 就这块小地方 小地方 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 他自己也意识到 他只能够 影响这些 我们民间不能够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一个重要道理 就是我们民间力量 一定要发展 要加大这种民间的压力 促使不是胡温 是别的什么胡温 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队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太子掌内部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实际上是好事 那么我从民间力量角度来看 我们要善于发现 善于连接 善于去推动 这个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步骤 要从一些细节上去推动 而不是我们做一些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是从一些具体细节上去推动的 当年的西海革命 当年的西海革命也是从一些小的细节上爆发出来的 对 从1989到现在已经21年过去了 中间纪念的国 92、98主党经过了这个从03年以来的这个维权运动的这个兴起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中国民主转型经历过落开阶段 是吧 79 西南民主墙 89民运 98主党 08宪战运动 这样一个过程 民主运动 通维权运动的这么一个继承过程 那么将来可能我们还要通过这个公民运动 这样一个过程 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转移 那么现在的目前的这个关键是要突破一些困局 我觉得困局就是民间力量非常强大 但是又非常弱小 强大就是我们的绝对人数非常大 多 非常多 弱小是 我们是皮脂分散孤立的 没有组织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掌握着国家资源 国家机器 高度组织化的 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 高度组织化的一种力量来跟它抗衡 那我们永远是弱小的 怎么有实现一个油弱到强的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现在我们要完成一个油弱到强的过程 这样一个战略转变就是要通过民间力量的连接动员来实现 那么我觉得其中公民观众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共民观众团这样一种形式中来 来集结动员更多的民间力量 这样的才能形成一个足以与当局抗衡的力量 这块土地上养溢了众多的恩典 是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爱和祝福 这块土地上养溢了阶段性的胜利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 而征战不胜